好 镜头往南走 在高雄市呢 警方逮捕到一个 这个诈骗集团的两名车手 他们假扮检察官 卫造了证件跟公文 骗走了一个老先生 300多万的退休金 其中一名嫌犯呢 才17岁 他身上挂着一个识别证 上面写着沉汉点 把警方吓一跳 两名男子被警方压制在地 他们都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警方还在其中一人的身上 搜到一张识别证 上投的姓名写着 沉汉点三个字 汉一人沉汉点同名 让警方很惊讶 不断的询问确认 结果17岁的江姓嫌犯 心虚的不敢抬头 原来证件也是伪造的 接到辖区的一个 60岁的退休人员的哭诉 说他被骗了340万 所以我们深入去了解 发现这是假冒检察官 骗钱的事件 原来江姓嫌犯案同伙 假扮检察官伪造证件公文 诈骗一名流姓老汪300多万 后来还实随之位 想要把他的退休金 全部骗光 我们就请他配合 诱补这个嫌犯 所以在今天的10点左右 当场抓到两个厕所 警方在埋伏后 将两人逮捕以送法办 诈骗集团伪造政见 还用艺人的名字 让他们啼笑皆非 追选成顾米红月芳 高雄报道